這個佩奇夫人說了 開始攻擊啊什麼 民眾好像沒有錯啊 都是媒體網軍啊車椅啊 都拿150的錯啊等等啊 好我們先來看看這個 全球的流量怪物 宇宙級的怪物 最近呢也加入 繼續的加入戰場 最近鎖定的是媒體來謾罵 我們來聽看看 我個人是覺得是非常糟糕 在網路上 兩邊粉絲加起來量 可以把你三粒淹掉 三粒電視台你要不要臉 整天開著爭論節目 你以為你這樣很爽 館長很多名嘴都說你肌肉腦 館長你怎麼看 首先 他們本身就是在歧視 健身專業 他們要 否決掉我的論述 只能這樣講 我開直播這麼多人看 我不用去電視台 領那個乞丐通告費 我也不用 去靠哪一黨 跟他去吃在搬 來收買這些名嘴 館長是為民發聲 沒有人可以收買我 所以這些名嘴 2486 818啦 怎麼樣 被我講到大實話了 就開始 XX說我是肌肉腦 那你練一個肌肉我看看 好像練肌肉很簡單 你第一個你也沒本事 第二個你也沒意義 第三個 你們這些死魚爛蝦臭螃蟹 說他肌肉腦的明明在東山 你的好朋友 幹嘛扯到我們 太離譜了 他侮辱你們 我 乞丐我驕傲啊 拜託一下 乞丐對不對 舒服 領頭告費 大魚大肉 對不對 跟著桌拌拱穿 晚上 領頭喝酒喝整碗對不對 把那個打狗棒拿出來 對不對 你看他的堂口 現在你叫他不得大 他堂口是 就是大概這樣的狀況 然後再加上 是不是跟館長同質性很高 所以他們在同溫層裡面 活得很開心 我跟你講啦 館長 我太瞭解他了 他為什麼昨天痛罵三立 我們大家憑良心講 這兩個禮拜 我們有人罵館長嗎 沒有嘛 我們這兩個禮拜 都在罵王新瑤嘛 對不對 比我們找他 比他更大尾的啊 館長 館長 潘仔雞肉麻嘛 對不對 開健身房正當生意的 我們罵你幹嘛 我這兩個禮拜 我們真的沒有罵啊 大家回去掉啊 對不對 因為發現 民眾黨一大堆比館長更屌了嘛 什麼王新瑤 燒鳥了嘛 對不對 然後那個齊博阿拱川還說 民眾黨可以去嘉義開這個串燒店 居酒屋 居酒屋 你有燒鳥 你有燒鳥 你敢吃 日文的鳥是雞 台灣的鳥就是鳥 是無缸的 我們這禮拜就沒有罵館長 那為什麼他要來罵我們 因為他覺得空隙寂寞 覺得冷嘛 他覺得美光燈不在身上嘛 對不對 他被罵習慣 怎麼這兩天都 這兩禮拜都沒有我的新聞嘛 你看他這兩個禮拜多努力 對不對 又罵高嘉瑜 又怎樣怎樣的 我們不討論就不討論嘛 所以他昨天才硬稿嘛 對不對 硬稿之後 那就我們就討論一下 讓館長舒服一下嘛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我跟你講館長 我這講自己潘娜家老麻嘛 我們現在有更大 我心裡有大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往下討論 所以館長是沒有美光燈 所以焦慮 所以焦慮呢 昨天才刻意引戰 引戰希望他能夠有些流量 我保證這兩禮拜他流量就往下掉 對不對 因為沒有衝突啊 沒有衝突就沒有人看他 好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也不是把館長所有話 我都不同意啦 館長罵高嘉瑜 我是覺得還是 我也可以同意 你也同意 好館長也不要生氣 我們在有些東西議題上 可以跟民眾哪一樣 理念上的結合 議題上的合作 好高嘉瑜這邊 我們可以議題上的合作 好不好 這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王新瑤 他為什麼要自請停止 民眾黨跟他接歌了嘛 你覺得是民眾黨出手了 當然是嘛 因為那時候禮拜五的時候 禮拜五 上週我跟楊寶貞同臺的時候 他說已經在開會討論了嘛 叫王新要把所有東西都拿出來嘛 對不對 最後還被要求去請止 被切割了嘛 他現在一定覺得說這個火嘛 對不對 但沒關係 你還是有出路的 幫郭台銘連署 四兄你接受嗎 一張三千 但是有條件 太多了啦 鑽兄我想請問你 民眾黨現在是有一些出手 這個染黑染黃 確實對形象很差 特別是他標榜他新政治 標榜他都是高學歷的高知識分子 支持他 現在出現了這個切割 就是讓他們自請停止了 然後第一波他們的反應是罵人家 不給更生人機會 現在他們看起來不給更生人機會了 那麼再請佩吉夫人出來批評 都是別人的錯 不是民眾黨的錯 這樣會有效止血嗎 我們就會整這個四叉貓 整理的雲家男 現在的民眾民眾黨的狀況 因為講民眾黨 比較不會被人家告 民眾黨在雲嶺是屬於棒球隊 因為有一些暴力討債的課題 那嘉義當然就是居酒屋 因為他們有專門做燒鳥的職人 他的一輩子就是一生懸命專門燒鳥 燒鳥 日本是燒一口雞 臺南 最近這個出現是臺南是好茶店 賣茶了 賣茶了 有些越南的 俄羅斯的 烏克蘭的 中國的 賣茶了 這個全部資料引述來自於四叉貓 那這些 怎麼會幫你處律師 這一些這個狀況其實沒有錯 民眾黨討論過 那天楊寶貞已經有講說 這個內部有一些爭議嘛 當然裡面忘記了 因為台北 台北這群的認為 奇怪 如果去雲林 加義台南找這些 開會的時候一定會問說 找他們幹嘛 為什麼會找到他們 那個找的人就說 不然呢 你找啊 你找啊 他說不是啊 那你不要找那種都黑道了 黑道怎樣啦 黑道怎樣啦 澳門不是規定什麼一年幾年三年都可以嗎 這又不行了 到底怎樣啦 他說不是啦 那就今天不要讓他們當什麼幹部 幹部怎樣啦 不然你去找啦 下次我都在大小小的 人都撩了啦 奇怪的 你這台北人是在說什麼啦 然後就吵架了嘛 你自己就想像說 地方的臨書這樣搶什麼 今天柯P有承認啦 他說我們民眾黨 確實有這個問題 他承認了 所以其他要幫民眾黨辯護的 都不用再說了 你主席就是他認錯了 第二次說 我們回去看我們那個規定 我有交到我們秘書長 看那個規定 是不是要研究一下 符合社會的期待 所以還沒改之前 民眾黨的這些人 還是可以繼續加入啦 因為他們的這個規定還沒改 最後今天柯文哲講一句話 他說雖然是這樣沒有錯啦 但是我們也沒有藍綠那麼多啦 你依賴就對了 我們怕糟糕對啦 開支就有的啦 不然還有什麼 你那藍綠那麼多 你要教我們說這個 然後教頭就走了 現在柯文哲的態度就是這樣 7月底中國河北省 這場世紀洪災 導致北京大興機場水煙積鼻 地處金金保定 三角邊界的濁州 更是最慘受災戶 解放軍同樣還能倖免 泥水不斷灌進前方軍事基地 有中國媒體冒料 濁州洪水 當地解放軍部隊也遭殃 尤其受災部隊 還是負責首都防衛的 66289部隊 根據濁州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官網 這支66289部隊 2013年與勞動關係學院 續定協議共建基地 不過一場洪災水煙勞動學院 部隊恐怕也凶多吉少 據傳就連軍隊所使用的坦克 也因為這場洪水全廢了 衛保金經濟 雄安新區水淹濁州 卻失去首都保衛隊 坦克飛機全泡水 據傳習近平為此震怒 河北洪災這場人禍 就怕還有更多會爆彈 中國房地產巨部碧桂園 債台高竹 違約壓力加大 再造國際新民機構目的 下調平級 碧桂園週三公佈 上半年財報 虧損達到前所未有的 489億人民幣 約2151台幣 並警告若財務持續惡化 可能出現老債違約 碧桂園的監案數量為恆大的4倍 凸顯中國房地產危機持續惡化 即便官方當局想盡辦法端出新措施緩解 包括放寬貸款條件 降低房貸利率 刺激房屋銷售 但買氣還是低迷 對於現在來說 我不會想要去買房 說實在的 它不管出什麼政策 都不會達到老百姓心中 中國房市一連環報 中國央行出手舊房市 恐怕只是汪洋無牢 好朋友 歡迎接近新交流的來賓 財經專家邱敏寬 惠明好 大家好 財商員中南 惠明好 大家好 財經專家謝晨諺 惠明好 大家好 我們來關心 最近中國的傳言非常多 不透明的國家 專資的國家 留言就是特別嚴重 特別厲害 這一回的這個留言 據來說美國媒體已經準備要寫了 胡錦濤可能已經往生 這是一位那麼從中國出身的相關的一位 這個等於說軍中退下來的人士 那麼他接到了美國相關的這個 等於說智庫媒體 跟他約稿 約稿寫的東西是什麼 寫的應該就是跟胡錦濤有關係 當然他非常訝異 為什麼這個樣子呢 最後去打聽的結果才發現 會不會胡錦濤已經出事了 還記不記得去年胡錦濤在那個第一排 然後那麼他對習近平所主持的東西 有意見站起來要到他那邊要講 講什麼東西的時候把人給架走 那個畫面震撼全世界 你知道為什麼嗎 沒有胡錦濤 沒有習近平 雖然習近平是江澤民的時候指定的接班人 但沒有胡錦濤就沒有習近平啊 胡錦濤是裸退 什麼意思 我退了十年 他們以前是十年一起嘛 我退了 我把所有的國家主席跟總書記 還有軍委主席 全部移交給習近平 就是說我對理由嘛 我是真的這樣退的 你知道嗎 他們他們團派是打沒有錯 就沒想到 紅二代的才是自己的 大家還不知道一件事 那麼在習近平當這個等於說 國家副主席的時候呢 曾經被暗殺 一度被暗殺 聽說背部這個地方都有這個傷口啊 躲到胡錦濤的官邸去求助是胡錦濤 把他給藏起來 救了這個習近平的命啊 結果沒想到你是如此的對待你的恩人啊 那因為已經扛出去了嘛 這次說坦白的 習近平的舉動非常非常的 這個等於說不尋常 十家裝備人家拍到出現大量的坦克 當然我實在很搞不清楚 我覺得習近平是一個 明明就已經掌握大權 可以做到死對不對 死皇帝啊 但是他內心非常的惶惶不安 因為他在關國家副主席被暗殺過 差一點得手 所以暗殺未遂的情況下 他現在一出來聽說 武裝跟便衣的相關的警衛超過一萬人 一定要全部都弄清 弄得這個安全的時候 他才肯出來 那這些所謂的坦克到底怎麼回事 有人猜東猜西認為說 會不會是要運到北京去的 會不會運到哪裡去的 會是運到 甚至還連說要運到這個俄羅斯 去幫助這個苦丁 這種話都講出來 但問題是不尋常嘛 為什麼不尋常 因為很簡單 因為呢 那麼他習近平從南非回國了以後 沒有直接回北京啊 他竟然到新疆去 到烏魯木齊去 發表了維穩維穩最重要 現在什麼定什麼事情都沒有比 安定對不對 穩定更重要 奇怪 他跑到新疆去幹嘛 他跑到新疆去做什麼事情啊 而為什麼大家會懷疑 是不是胡錦濤過世了 因為他們今年滿80歲了嘛 所以為什麼會懷疑呢 因為很簡單 從江澤民去年在醫院 他過世了以後 江澤民過世以後 在醫院 解放經醫院的這個檢疫靈堂告別室 他有出現 從此以後 今年都沒有消聲匿跡 消聲匿跡之外 中國多個社群的這個網站 甚至包括微博 都用黑白的方式 用灰色黑白的方式嘛 突然間整個界面變成黑白的 然後呢 抖音裡面按讚 本來是愛心 後來變蠟燭啊 蠟燭是什麼意思 蠟燭就是你家有上市才會用蠟燭嘛 很奇怪 這些不尋常的東西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呢 到底是不是有人說 8月6號就已經死了 然後到現在還沒有花布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又有人說溫家寶拒絕參加這個智商啊 那麼要求查明這個他的死因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沒有人知道 我跟你講更離譜的說什麼 更離譜的說法是說 他是用餐時候發病 然後發病了以後送醫途中去世 可是下面的這個傳言 真的假的不知道 耳鼻喉眼幾乎七孔流血 這是傳言 網路的說法 網路說法說他七孔流血 流出暗紅色的這個血液 臉部全身變成烏黑色 那就是被下毒啦 所以這個說法其實就是指被下毒啊 真的假的不知道 但問題是不尋常啊 一連串的不尋常為什麼 為什麼說不尋常 習近平不直接回北京 而先到這個等於說新疆去 因為當年胡錦濤曾經被暗殺 胡錦濤被暗殺的時候 他也是不直接到這個等於說北京 他先躲到雲南昆明去 所以呢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真的發生了天大地大的事情 陰謀論就會很多 但是呢實際各國經濟學者來看 中國的經濟認為硬著陸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而且沒有想到碧桂園這個錢坑天坑 比起這個恆大居然要多四倍之多 甚至經濟差到有人呢 房貸不想背了 不背怎麼辦 我送你房子 你繼續付房貸好不好 現在習近平除了軍中擺不平之外 在經濟上面 我們看他最近也都避而不談 所以現在外媒也說中國在整個結構上 確實有可能出現硬著陸 碧桂園公布上半年的財報 虧損是接近兩千一百五十億台幣 這個數字是很嚇人的 而且他整體的規模 是超過這個恆大的一個四倍 我們剛才所講的這些數字 都是公開的數據 有網友在臉書留言 他他就直接跟我講說 中國有那麼差嗎 對不對 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大家要去這個金磚四國排隊 我最生氣的是什麼 還說我讀稿 我剛才有讀稿嗎 我剛才從剛才這一整段 我有讀稿嗎 沒有 我們剛剛上一代被館長罵說 乞丐領通告費 這個是乞丐通告費 你私底下又被網友質疑你被稿 陳保羅就是你 陳保羅 你不要看後面 不要轉頭 陳保羅就是你 陳保羅 他是臺灣的還是翻牆過來的 我看是劉凡體 陳保羅 陳保羅 我已經把你封鎖了 陳保羅好不好 對 陳保羅 那現階段來看 我當然我們 你這都有評有據的啊 都數字啊 他是懷疑什麼 我疊八成這是事實啊 那我給各位看一支影片 這個是在網路上 現在被禁播了 這個叫做我家住在爛尾 他可能沒有看到這個影片 我們播給他看一下 這個是十三 十三分鐘左右的影片 很心酸 我跟你講 我從頭到尾看了一遍 我仔細的看 他就是一個紀錄片 你知道他這個人在幹嘛 因為他住在爛尾樓裡面 他住在十幾層樓高 沒有電梯啊 因為沒有電嘛 爛尾樓就是沒有蓋好 他只好每天爬樓梯上去 那你會說 那沒有蓋好你去住幹嘛 可是我辛苦了一輩子 我好不容易買了一間房 他沒有蓋好 我現在經濟壓力這麼大 房貸還得繼續繳 還得繼續繳 我能不搬進來住嗎 那你看整棟樓是漆黑的 沒有水沒有電 請問怎麼吃飯怎麼煮飯 他們也是很拮据的方式 看這個小妹妹對不對 他怎麼寫功課 你去看喔 非常的可憐 然後呢 可是小妹妹可能還不知道說 這個是爛尾樓 他竟然還跟他的父母說 他覺得很好玩 哎呀可以開手電筒啊 什麼的他覺得 其實你如果是父母 其實心裡面是很難過 所以這個爸爸在受訪的時候 他哽咽了 他雖然被禁播了 臺灣可以找得到 在內地被禁播 所以我們三立特別播出這段影片 是要告訴大家說 這確實是狀況是這樣 而且我給各位不好意思 我接下來要讀稿一下 因為這個我沒有背起來 這個是在鄭州 鄭州到二零二一年底 爛尾樓有幾套 兩萬五千兩百四十九套 這個佔比是多少 高達百分之三十 所以這個數字嚴不嚴重 我認為是嚴重的 而且現在這個是在大陸的 他們內 這個中國大陸的網友 他們自己在群組裡面發的 這個這個內容 我一開始看到 我覺得是不是詐騙 因為他說 他說他有十棟房子 他繳不出來了 他不想繳 那他他他首付已經繳了 然後過去四年的貸款 也都如期的支付 他要脫手 他的脫手很簡單 不是要賣你多少錢 注意看他的文字 他說首付 你不用給我 我之前四年繳的 你也不用給我 你只要願意接手就好了 等於接手以後 因為這樣子 對這個屋主來講 他沒有信用的問題 那對方 他就徒一個信用清白就對了 但是對他來講 他損失很大 他的壓力非常非常大 那這也有網友直接問他說 真的假的 他說真的就是這樣 因為他說他壓力太大 根本沒有辦法 時間房太恐怖了 我再給各位看一個影片 這個是在這個廣州火車站 目前基本上 大家把它定位叫做失業村 什麼意思 火車站 火車站 那為什麼 因為很多可能是我們講 就是二三線城市 農民工到廣州 因為廣州我去過了 廣州我去過了 我當時去的時候 我知道他們很多都是外來人口 他們在當地找工作很辛苦 那現在怎麼辦 沒地方住 沒工作 只好睡在火車站 火車站變成失業村 所以基本上經濟的問題 還是相當的嚴重 所以我覺得 大家還是要去重視這一塊 好這個軍機 真的不要飛來飛去的 浪費錢 好好地把國內的經濟搞好 才是正辦 我們是這樣呼籲習近平 如果說中國的這個人民過得不好的話 去中國發展的台灣人怎麼會好呢 所以現在很多的台商變台幹 後來變台流 最後變什麼 變台片 你有親身經歷 對對對 這個其實在2015年的時候 我有一次去上海 做SK那個海力市的一個總部大樓 對87樓 然後驗收完畢以後要回來 我在浦東的時候遇到一個台商 那我為什麼知道他是台商 因為他跟我講台語 我還以為他是廈門人 對 最後呢 看他全身穿到 臉上很像邱大哥 方頭大鵝 一看見好東西的人 又掛爐賴你知道嗎 爬哩爬哩 行李箱 綠樓髮的你知道嗎 然後他跟我說 他的皮包被偷走了 裡面信用卡跟錢都沒有 然後寄票也不一樣 他說他要坐一堆桌子 我說你對的人 講話的口音 真的像我們台灣人 三頂坡的人 那我就聊一聊 他做什麼 他做什麼 他做那個手機的keyboard 看起來很可憐 那我就跟他說 沒有 我跟你買一張 他說不可以來回 我只要能夠單程回台灣 是他先開口 還是你一定他太可憐了 東西都被偷走了 你就自己開口 我發覺他會看人 你如果已經check in了 急著要回去機場 他不攔你 你只要輕輕鬆鬆 然後劉仔有拜託 專門走三五三的 他就跟你拜託了 然後他跟我講 講完以後 我說這樣子我幫你刷一張卡 那他說不用來回 他可以到台灣 他就拿一個買錢給我 有手機有台灣的 地劑也有台灣的 住了都跟我說得很清楚 他說到我隨行李 我幫他刷了以後 回來以後打電話給他 手機不通 關機 再打一個月也都沒有開過 然後再打他大陸手機 停機 我就發覺有問題 被騙了 被騙了 結果我們就問台商 台商說這種很多 這種很多 他們說他們處理 大概這幾年 不要說疫情 就每一年大概都要花一百萬 我說一百萬幹嘛 有人騙他 那是怎樣 賺不錢 還不敢投影 你知道嗎 你說台商協會喔 台商協會 要一百萬處理這些 疫情前 我從北京回來的時候 遇到他 這麼巧 他還流浪在機場 你知道嗎 還在騙人 而且他眼睛 各位 你要是跟人家聊天 你要看那個眼睛 漂膚不定的 你就覺得這種人不可靠 為什麼 因為他跟那個人要錢的時候 眼睛會看別的地方 代表他怎麼 債主很多 他看到我的時候 走哪在背 還記得你 還記得我 你看他眼睛多厲害 我才問他說 他跟你幹嘛 他說沒有啊 他台胞正疑似了 真的是我們台灣人 他台胞正也給我看 他面皮也給我看 真的是這樣 我就給他求情 疫情後 我還去一次上海 我就去看那個機票 原來你幫他刷了一萬八 單層比來會貴 現場刷都很貴 對 沒錯 好 結果你知道嗎 我一分兩期了 他馬上去退票 10%的手續會 當天退票10%手續會 他沒有信用卡對不對 他準是一千八 他還進帳 對 我告訴你扣掉百分之十 他還有一萬六千多 一萬六千塊 台票也很好過 他騙十個之後 十六萬塊 他真的就這樣寄生機場 我告訴你 他就這樣子 你看能夠活五六年 還可以帶勞力士表 還沒去點當 對 稅你搞不好 都稅那個一百塊的 有沒有 可是這種台商 我告訴你非常多 為什麼無言見江東富老 回也回不來 在那邊也沒辦法起來 那就跟著吃吃喝喝 到處騙喝 他說台商會說很多這種 從甜美林家女孩 蛻變為性感女神 36歲的楊蜜 與黃聖衣 王若丹和劉亦菲 奉為中國 心似小花旦 而今她更登高一呼 作為演員 自覺你是天家片酬 穿著白襯衫 出席座談會 楊蜜高喊 抵制天家片酬 立刻獲得中國網友 一片叫好 楊蜜更正苗 立刻越為中國網路熱搜 加上2018年曾曝光 當時楊蜜繳稅 人民幣1553萬 與核心台幣6789萬 是中國女性之冠 獲得大讚三觀超鎮 也令外界聯想起她 2018年范冰冰 因陰陽合約 事件落馬 繳交罰金40億 才免除島嶼之災 而終關中國女性電視劇 片酬排行榜 以揚引Angela Baby 與張子儀為首 片酬8000萬人民幣 約台幣3.5億 其次則為孫力 周迅以及趙麗穎 時刻將國家擺在心上 楊蜜巨當范冰冰第二 一襲白衣啟事 更越為中國女性愛國典範 來自中國的遊客 帶著小朋友 在日本東京淺草 大大日本壽司 彷彿在中國境內 因為福島第一核電廠 排放的核出離水 湧現的反日讓潮 對他們沒有影響 中國10號才宣布 開放旅行團出國觀光 沒想到就碰上日本 排放核出離水 監管中國社群網站 網友全新激憤 甚至打造了電話 到日本餐廳公家機關騷擾 但實際上能出過 前往日本的觀光客 似乎都把所謂的 抗人情懷丟一邊 不光開心拍照留念 還前往壽司店 搭檔中國民眾憂心 被輻射污染的生餘片 光10分鐘就吃了食盤 還沒忘了繼續追加 甚至寫天堂東京淫座 也能看見手提大包小包 採買戰利品的中國遊客 裡頭的化妝品 也是中國國內被抵制的品項之一 在中國國內高分貝的反應情緒下 似乎只聽得見抵制日本的聲音 但只要出了國門 中國人的抗日魔咒 也就會跟著解除 一切都無所謂 中國現在這個全面的大整頓 你在中國你敢偷稅 他們的稅叫偷稅 不是逃稅而已 一偷被抓到 特別是賺很高錢的這個藝人 哇真的整個演藝生命可能都沒了 就在這麼關鍵的時間點 阮金天的前女友 她叫宋祖兒 最近的宋祖兒 可以說真的是紅到不行 為什麼呢 中國大陸現在正在流行拍古裝片 幾乎每一出都是她 結果人真的是要心存好心 慧民姐發生什麼事 這個宋祖兒 之前曾經開除過 他裡面的一個員工 這個員工他很生氣 他就直接據名舉報 就說宋祖兒他是拆分合同 他用四個手法來逃漏稅 而且這個金額往內一看 高達四千多萬人民幣 折合台幣是一億九千萬的一個台幣 然後大家一看之後 國家給你這麼多的機會 讓你這麼紅 你又同時嘎好幾齣戲 整個電視台打開通通是你 你還敢逃稅 所以現在包括了五大電視台跟微博 已經完全找不到他的一個名字了 簡單的說 這個叫走封殺流程 等一下我們先來跟各位說 台灣的封殺是不發給你通告 我們這些乞丐沒有錢拿而已 他們中國大陸的封殺流程很可怕 多可怕 等一下我們再來跟各位說 好 這時候我們就來看 中國大陸現在的一解是誰呢 是楊密 楊密最近在出席活動的時候 居然跟長官說話的口氣一模一樣了 他就說我們這些演員 應該要限制薪水 不能夠無限制的一個膨脹 我們要抵制天價的一個片酬 但是這個時候突然被網友給挖出來 就說不對啊 你那時候你在拍三生三世的時候的片酬 居然高達台幣一億三千五百萬 楊密就說那是過去的事情 我現在已經沒有拿這麼貴了 大家可以放心 這個時候大家都突然間發現了 那中國的愛國納稅藝人的排行榜 誰是第一名呢 第一名叫張藝馨 這數字挺驚人的 中國大陸的稅 因為他們是社會主義國家 所以他們的稅 我曾經仔細的去算過 借在三十五趴到四十趴之間 好 他目前張藝馨扣完了經濟預約之後 繳了八千三百九十二萬的一個台幣 那因為跟整個經濟預約 他們大概是對差嘛 所以我一來一回一算 他的收入大概是在三億到四億台幣之間 楊密繳了七千一百六十四萬 景田因為這幾年在好萊塢非常非常紅 他都拍電影的 大概有四千五百七十六萬左右 但現在現金令這一波是真的出來了 所以未來周杰倫大概沒有辦法拿到那麼多錢了 我們說這個次的現金令 就從整個戲劇沿路一直燒 燒到整個所謂的綜藝 為什麼呢 現在就要求藝人 藝人就算你是一哥一姐對不對 任何的騙子 你的整個一出單集 不能夠超過三千六百萬的一個台幣 然後一季的總酬勞 不能夠超過整個四千五百萬的一個台幣 同樣的道理現在也一樣 中國很多那種綜藝節目 那綜藝節目常常有所謂的常駐藝人 例如說什麼中國好聲音 那個老師在那邊轉來轉去的 那個叫常駐藝人 過去的常駐藝人真誇張 為什麼呢 因為像納英姐妹 他們一年是拿好幾億的人民幣 那現在不可以了 現在就規定三個月叫一季 對不對 上限就是一千萬人民幣 折合台幣就是四千五 所以就算你是一哥一劫演戲的 演電影的 拍綜藝的 現在大家一律平頭了 他們現在目前在演藝界 完成了整個社會主義 該有的一個公平 但現在我們來說 剛剛為什麼說走封殺流程很可怕 走封殺流程 你從此先跟各位說 你連要演出都沒有機會 真的完全連機會都沒有 我們現在說像吳亦凡 吳亦凡本身他也可惡 因為第一個他有性侵 然後第二個他有胃毒 第三個他有拐右拐未成年等等的 先判十三年 逃漏稅重罰二十五點八億 現在簡單的說 現在還在關 還在關完之後 出來之後可不可以重新出來呢 不行 他是加拿大人趕回去 你就回你們的加拿大去好了 范冰冰 范冰冰過去各位紅到什麼地步 你知道嗎 中國連一級長官看到范冰冰 每個人哇 屈之落伍啊 可是現在范冰冰陰陽合同對不對 長官棍子一打 現在是勇士不能超聲 為什麼呢 第一個重罰四十億喔 到現在你連想拿麥克風 各位連機會都沒有 當年有七百多個藝人 總共逃稅了五百一十二億喔 大家有些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 但是范冰冰 你身為這當中七百個人當中 最紅的 逃最多的 所以這棍子打下去 到現在他還沒有逃脫 第三個我看到最近的鄭爽 我真的嚇一跳喔 為什麼呢 鄭爽在正紅的時候 他交了一個男朋友 交了一個男朋友兩個人說 我們都這麼紅 我們如果結婚要有小孩的話 那不是耽誤了太多的時間嗎 又要耽誤太多的一個所謂的收入 所以那時候他們就找了代理育母 結果找了代理育母之後更可惡 小孩生下來了 慧民姐不要 這個鄭爽他就不要 這個不要這件事情 中國長官跟民間生氣了 三官盡失 永久封殺 那永久封殺 看到他最近的樣子 大家嚇一跳 為什麼呢 好農的大省會 他也罰了十三億 所以中國他們說走封殺流程 走封殺流程是真的封殺 你連電視臺 任何一個所謂的天王巨星 通通不能夠保 只要是走封殺流程 你通通不能夠出現在電視電影任何的媒體上面 好這是中國下重手 楊密表忠軍人表到說我要抵制天價片酬 這個他應該也不是抵制的一個立場吧 應該是長官決定給多少薪水 他就接受就好了 來看一下貧窮有多限制想像 我以為全世界最貴的煙大概就是古巴的 沒有想到中國的煙可以這麼貴 貴到誇張 你那邊抽煙好像在抽錢 在燒錢 剛才阿寬講那個中國好聲音嘛 讓停波讓他們母公司股價下跌 最近是這個中國煙草 因為他的股價出現大幅度的修正 先是一個消息說九月一號開始 中國所有的香煙要漲十趴 那中國煙草出來否認這條訊息 那網友說沒有錯 九月一號開始漲十趴是假消息 因為早就漲 所以中國煙草的否認也是有依據的 所以而且漲了也可能不止十趴 所以股價當然出現很大的震盪 最主要我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過去幾年 我也在中國一段時間 我曾經去一個這個宴會的場合 那一坐下來 這個袁老師應該也有經歷過 一坐下來 大家第一個時間拿出來 我們都是就是 比如說我們在臺灣先把手機放在桌上 不是 很奇怪喔 我每個人一坐下來 就先把煙拿出來擺在桌上 那因為他們室內 我這幾年我不曉得 因為我這幾年我沒有去 之前可以抽煙 之前的時候室內是可以抽煙的 所以我就想說 可能是這樣 但是你就會發現 就是大家就開始就在看嘛 那因為他們的煙 其實我也認不太得 就每一個都長得不一樣 然後來來來 就大家在經驗 後來我才發現 就是說不同的煙 有他不同的價格 而且代表著不同的身份地位 你拿出來的煙要對 人家一看就是 我比如說 所以重點不是打火機 我還是強調重點不是打火機 那一包煙喔 不是帶一個勞力士 就代表身份地位了嗎 不不不不不 這不是重點 因為有些煙是你有錢 你也買不到的 你也買不到的 而且你要有那個身份地位 你才能抽那個煙 就那時候我也不懂 他們就跟我解釋 我說好頭痛 我說有點複雜 抽煙這件事情怎麼那麼複雜這樣 那這當中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學問是 為什麼煙 等一下我再給各位看幾個 讓你嚇死的價格 為什麼煙的價格會一直往上 他說因為很簡單嘛 今天我想要跟這一個 這一個官場的人打交道 那我要怎麼樣跟他這個表達關係 我就送一條煙啊 然後你知道那個人拿了煙以後 轉身就到後巷 直接小店就把他賣掉了 所以你要送的煙 一定要很有價格 很有價格 不是很有價值 就那一條煙 可能就幾萬塊幾萬塊 不誇張啊 我們來看這個叫 所以這煙不是抽的 是送的 送的 而且當然你可能有 譬如說他送你五條好了 你一條當然留著啊 出去讓人家知道 我的身份地位啊 另外四條幹嘛 就轉後面的巷子的店 就變現金了啊 那能抓 會抓到 所以你看很多很多這個 中共的這些貪污的官員 不是都底下一堆錢嗎 那大家都沒有送錢 你哪來的錢 煙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流通 這個叫和天下 這個一條要一萬四 但網路上大概炒到一萬四 一萬八 人民幣嗎 人民幣 我現在講的就十包煙啊 十包 這一個和天下 這個是我看一下 是湖南中煙啊 湖南中煙所生產的 所以像這個煙喔 已經算貴了對不對 已經算貴了 但是我現在講的這個是 立群的這個 叫做什麼富春三居 這一條只有五包 剛才那個是十包 那這個五包一條兩萬 所以一包更貴 四千人民幣喔 那你算四千一包的話 一包煙是二十隻嘛 所以這樣一隻多少錢 二十塊啊 對不對 我有算錯嗎 兩百塊 兩百塊 這個博士好累 好可怕 兩百塊人民幣喔 所以等於你抽那一隻 大概是八百塊台幣 八百塊台幣 所以以前 以前還有抽啦 現在沒有了 我去中國大陸的時候 他們會遞煙給我 那有沒有遞過這種 有 因為他們遞給我的時候 那種眼神 那種眼神 就是要你試貨 招子放亮點 然後我就 可是我不懂 啊 你這怎麼難吃 沒吃 然後他那個表情 瞬間就垮掉 因為他想要我講的 不是好不好 喔 你哪有這種婚啊 喔 你這個 原來共產國家講這個 然後後來我只好問他們說 怎麼分辨 他說上面的圖案喔 就是硬的那種 就是很多花花草草的 你就可以稍微特別注意一下 然後他就講了幾個牌子 這個最可怕 這個故人西池黃賀樓 煙花三月下揚州 這個黃賀樓大金磚 這個煙一條這個三萬塊 人民幣 那不過這一條有十包 我剛才又稍微算了一下 一根臺幣大概要六百塊 六百塊 我們這些乞丐真的是抽不起 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古巴的那個 是幾千塊 應該還是 現在大概四千 四千還是最厲害的 他是雪茄 那根可以抽很久 雪茄抽都可以起掉 等一下再抽 又不太一樣 對不對 這個中國最近熱搜話題 電網的工作是可以花錢買的 價格也蠻高的 但整件事情也是因為 讓太太不高興了 整個被踢爆 這是你看看起來是上東上族 業主一號群 看起來是某一個小區的業主 因為這個小區的業主都會有個拉群 對不對 然後討論什麼什麼事情 忽然莫名其妙阿官 不是我們的阿官 阿官 A131702阿官 A13應該他的樓 1702他房號 我老公王振兵是南方電力公司 廣東供電局的一名普通員工 貴族三本進來 三本一本應該是十萬 三本進來了 正四邊年收五十萬以上 我家在廣東兩套房 日子過得可滋潤 我們是上流社會人士 可以天天吃香喝辣 他一個人收入就可以養活 我們全家錯錯有餘 你講這句話 要不要看看土條的薪水 你一年才賺五十萬人民幣 你看跟土條一樣 兩百多萬哪裡 土條五個月都賺兩百多萬 看一下土條薪水 養活我們全家錯有餘 每年可以全球旅遊 你們羨慕基督部 羨慕也沒有 誰叫你們老公不是電話 馬上有人提醒他 是發錯了吧 趕快收回 他說看不慣可以轉發 我就是炫富 老婆生氣了 老婆他就搞這句話 他老公 是賄賂進來的 對不對 這第一個 如果只在小區裡面還不夠 他就直接具名舉報 官 他叫董宏娟 董宏官 實名制舉報 南方電網公司廣中供電局法規 一大堆 魚死網破 魚死網破 這真是看黃子嬌學壞 我的天啊 太地圖爆 他說老公王振兵 2009年大學畢業後 到他的遠房親戚董良 實任廣中供電局醫療部主任 讓他找到實任廣中供電局政局長楊愛民 幫他安排工作 進入管內供電局 父母拿現金三十萬人民幣 二十五萬給楊愛民局長 五萬給董良 然後一大堆的 進入供電局 據名舉報 這不查不行 真的不查不行 所以說這件事情是 中國幾乎到熱搜是 哇賽 台電我們要考試 我知道 中國的電力公司竟然可以賄賂 要賄賂三十萬人民幣 進去當個小員工 然後小員工他的年薪 五十萬人民幣 等於做個不到半年的白宮 半年多一點的白宮 不是啦 你要看那種復旦北上 那種北大復旦清貨 一出來五六千人民幣 一年賺六七萬人民幣 我賄賂一下拿五十萬人民幣 炸鍋嘛 對不對 他就說到底有多好賺 你在這個電業裡面有多好賺 中國在電業裡面賺最大 不敢說最大 但是被抓到最大 就是哈爾濱電業局的副局長 他叫李偉 先講結論 這個超家的時候 尾小寶去他家超家的時候 到底有多少東西 第一個 他家的車子 這是他的空拍圖 這是他家的車子 空拍圖 都他家的 這是停車場吧 不是要講停車場這種東西 賓士啊 勞斯萊斯啊 這種都講都沒意思 他都收這種沒看過的 這個厲害囉 這都沒看過了嘛 然後呢有一種人 買車買到不知道買什麼 連卡車都買 那不無聊嗎 何博文 不是柯博文 立行金剛柯博文 很像耶 柯博文 這應該就柯博文那台卡車啊 東北流行 東北流行 100台車喔 然後他的豪宅說69棟 然後呢 這個是他家在這個松花江的私人碼頭 他自己在那邊有個碼頭 然後呢古董 古董 有清朝的滿袍 滿袍 你那個這種這種 這種 鍋碗瓢盆就不要講啦 這種 你那個搞不好更值錢耶 當然滿袍不要屌 為什麼為什麼滿袍屌 因為後來呢 他被抓包的時候 被實名取報的時候 他生日的時候 叫所有員工 跪在下面說萬歲萬歲萬萬歲 這個土皇帝 然後呢 他的這個卷宗啊 我們高宏 不是我們剛剛談有卷宗嗎 卷宗 你才有多少卷 就是要談他貪污紀錄 三千兩百八十五本卷宗 然後攤開有五個籃球場大 算出來貪污金額 三十一點六億人民幣 他仗記的那麼清楚 他絕對不是故意要貪污的 對嘛 這柯文哲的辯護方式 好熟喔 會貪污的人不會記帳 對 柯文哲 他缺一個他還被判死刑 我剛剛來參考看看 嚇死人了 幸好在台灣 三十一點六億人民幣 他一百多億耶 抽那個煙不是剛好而已 一抽抽五根對不對 沒感覺嘛 快是這樣子 好那他怎麼貪污 當一個這個電業局副局長 可以貪污貪成這樣 很簡單 他是哈爾濱電業局的副局長 他的地底是哈爾濱電力集團的總經理 他的其他地底呢 搞這個接電 搞分包 所以全哈爾濱 所有你要接電 大大小小的工廠社區 只能到我指定的電業集團 找指定的公司來接電 你不找是不是 不找永遠看不過 永遠通不了電 沒電用 沒電用 動不了可以斷電 換一統計 全哈爾濱七十七八的電力 他們家賺 有夠肥嘛 所以現在變成說 大家整個中國會大概熱搜嘛 所有定業集團 由下到上 通通花錢可以買 還說有個單位 一半以上是買來的 然後呢 你擺小關你怎麼收錢 因為你工廠嘛 敢工嘛 對 聖代中秋節 月餅工廠嘛 停電 這麼狠 拉閘限電 那怎麼辦呢 長官你要多少 對嘛 來個紅包嘛 中秋節嘛 這個 鍋聰明獎學金嘛 中秋節要發一下嘛 對不對 就這樣啊 很簡單 因為中國拉閘限電太多了 你哭也沒得哭啊 沒個道理的 沒有道理的嘛 那你上去 你投訴到他長官 隨便糊弄個理由 大家都知道嘛 對不對 我就覺得 我就問嘛 哈爾濱電業局的副局長李偉 貪三十一點六億人民幣 有碼頭 有龍拋 有豪宅 有車一百台 那請問局長拿多少 奇怪耶 你不要跟我講 局長是清廉的 有不可能 這不可能嘛 那局長是青梅 然後就清廉是不是 對不對 都沒看到 不可能嘛 但是就只辦到他 這也是沒看 就辦到副局長嘛 最後他兩個 全家 他跟他弟都被判實行 對不對 所以之前有公告說 什麼國營企業 以後不能夠 親戚都不能進去了 他沒有啊 他的弟弟是在民營啊 對我 是在民營的 沒有 但是他們這個公告 其實還是想盡辦法 就是要找自己的親戚 去做這種肥圈 他在電力局 他地底做包工程 所以就全吃嘛 他也沒進去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中國 這個有點羨慕 有點羨慕 太死 希望這個 結局先講 台灣不要往中國那條路走 好這個這個狀況 其實台商園中南 是很清楚的 因為你念清華 我沒有想到念清華 還要花錢買位子 清華畢業的 尤其建築系 建築系 清華建築系 是全中國第一名的學校 所以你能夠本科畢業 你要留在北京 你沒有戶口 你沒辦法找到工作 公務人員 那更沒提了 很多人就回鄉 譬如說我哪裡 好 那我考公務人員 對不對 大概都高考 大概都第一名 應該都沒有問題了 問題是 你要分花到哪裡 你要把你放到阿里山 也是 也要三四萬 所以清華他為什麼要花錢買 不是買說考進去 他絕對考進去的 他絕對考進去的 去哪裡才是學問 對 他要在他們 譬如說他要在他們家裡 住家裡順便照顧老 老爸老媽對不對 在養兒區你 對 他就在市裡頭 三十萬 局處長三十萬 你就可以 比如說我就在中正區 指定的地點 指定的地點 好 那我問你 我薪水一個月才多少 各位 那時候08年的時候 他們的本科生畢業 五千塊 碩士生七千塊 博士生九千塊左右 好啦 我們那個學弟就去 去了以後花了三十萬 一個月才零五千塊 一年幾乎六七萬塊 人頭炸好不好 三十萬他怎麼要幾年 五年才能夠回本 他不撈嗎 不可能的事嘛 還有江湖逼我走險路的 答對啊 不是我愛錢 沒錯 那局處長叫你要到中正區 就讓你到中正區 你沒有好處 哪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就怎麼樣 好啦 各位奧運辦完以後 是不是所有的中國各地 都要蓋什麼 什麼文化中心啊 藝術館啊 體育館啊 什麼都要蓋 再來賣土地 我賣一百萬 抱歉十五萬 要給官員 官員之後為我這麼收 收之後我們學弟 讓上官給他 大家打點十五趴 他可以賺三四萬 他只要做十萬 半年就回來了 半年就回來了 而且這個習大大掃黑是對的 為什麼 把這些局處長都抓起來 因為這些人太黑了 黑到連官子都要錢 可是我這個學弟 他們跟我說 最不及他們下面 他們還是六十五歲退休 為什麼 因為太小了 一抓我告訴你幾千萬個官員 全公務人員倒一半 對啊 颱風來到了這個中國了 超級強台是蘇拉 閃過之後 登陸中國狀況怎麼樣 我們先來看 超級強台蘇拉 還好這是繞過了整個台灣 一個南部完之後 沒有到台灣來 結果到香港去之後 時速兩百公里嚇死人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畫面 這個女生一開始是拿著雨傘的 各位她拿著雨傘 一滑滑了大概四五十公尺 還好外面風大雨大 各位你去看 當然我們不是要說 你去看她的腿 她被吹的 沒有錯 因為風太大了 她就直接從那個門牆外面 而且重點是我在看 有點地形風 一滑還好外面沒車 還好風雨很大 這個如果外面真的有車的話 真的是不堪設想 所以還好這次颱風沒有到台灣 好 經過香港完之後 因為香港很小 所以在香港停留時間不多 直接一殺 殺到哪邊去 就殺到了整個所謂的 廣東去了 目前廣東 我們來看廣東風大雨大的樣子 超誇張的惠民姐 你有沒有發現 路上風搖 整個雨強到不行 還有樹也倒下來了 很多那種奇奇怪怪的現象 所以目前廣東可以說 真的是風大雨強的 那我們再來看 廣東有一個地方叫五華縣 五華縣現在開始做淹水了 中國大陸我一直在搞不懂 為什麼最近的淹水特別奇怪 最近只要淹水 它第一個 所有的車道就會變成河流 真的 變成河流完之後 第二件事情就是 所有的車子它就會飛起來 它就會開始在路上 請各位注意看 載浮載塵 所有的車子就在那個地方 載浮載塵的 全部都衝走了 好 這個是目前廣東的一個狀況 但不只廣東 我們再來看浙江 浙江單單是西南氣流往上去跑 浙江現在的整個水 第一個 通通淹到了腿 淹到了腿不打緊 我們再看旁邊 旁邊現在好多都已經出現了 所謂的救生艇了 簡單的說 現在需要很多的一個救援 所以這次颱風還好 因為我們台灣這次的一個颱風 已經往南一直壓... 市場的這次的車子 我現在看了